大家好,我们是第13组 组言有郑独秀、高伟琴、刘千睿、耿书梅以及林欣伟 本次报告我们会分成以下三个部分说明 首先是现况分析 从顾客交易记录中 我们发现这间店自2000年11月到隔年2月这三个月的总毛利 一共达到1500多万元 平均一个月收入达到500万元 这间卖场的客户规模也有3万多人 可以推估是一间大型的量饭店 卖场的主要客源多来自于南港以及汐止两个地区 顾客年龄层主要分布在34岁到44岁的青壮年 以最近消费的日期来看 大约有50%左右的顾客会在一个月内进行回购 而从初次消费日期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老顾客 仅一成是新顾客 在年龄以及地区的马赛克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南港区的主力消费年龄层 在消费表现低于期望值 表示该地区还有可开发的潜力 再来是顾客分群的部分 在这个泡泡图中可以观察出各年龄层与平均购买次数和平均客单价的关系 从而可以分出四群顾客 分别是20到24岁的年轻族群 29到49岁的青中年族群 54到64岁的中年族群 以及69岁以上的高龄族群 我们主要是针对社会小虫B 也就是20到24岁的年轻族群 以及周末爆发户 也就是29到49岁的青中年族群做分析 因为年轻族群的客单价极购买次数低 所以采取的做法是拉高这个族群的平均客单价以及购买次数 而周末爆发户的平均客单价偏高 但购买次数低 所以采取的做法是拉高这个族群的购买次数 那这张马赛克图中显示的是族群购买特性 年龄以及购买商品种类的关系 可以看出社会小虫B以及周末爆发户 他们很常购买零食、饼干、泡面、即食食品等不健康的食物 比较少购买油、盐、米、酱油等通用品 所以我们推测出这两个族群比较常吃外食 那这张马赛克图是各年凌晨的族群与购买时间的关系 社会小虫B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的数值偏低 星期三的数值较高 表示这个族群大多都在平日购买 而周末爆发户则是星期六及星期日数值较高 平日数值偏低 可能是因为忙于上班没有时间在平日购买 所以在加日购买之多 接着看到我们的行销策略 针对周末爆发户以及社会小虫B 我们将按官方账号作为会员的平台使用 我们的会员将会有分级的制度 依照不同的等级会有不同的福利 用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频率以及增加顾客的忠诚度 在Nine上面我们会不定时推出抽奖活动 只要来电消费就能抽奖 活动的档期约为一至两周 奖项主要为Switch、AirPods等3C用品 抽奖券还有毛利高、消货量较低的商品 那会选择抽出毛利高、消货量较低的产品 一方面是要解决我们制销品的问题 那顾客如果喜欢这类的产品因此而回购的话 我们公司也会因为他毛利率较高因此而获利 另外我们提出基点的行销浮动 目的在于提升顾客的消费频率以及客单价 只要顾客来电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就能获得一点 集满一定的点数 顾客就能加价像是松饼机、气炸锅这些的小家店 这样我们认为就可以吸引普通家庭 以及单身族群去购买食材相关的产品 那我们为基点活动设定的档期约为3到4个月 每个档期能够加价的产品都不同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基点的顾客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来我们的店里进行消费以及基点 最后由于社会小穷逼 他们比较少在周末消费 因此我们决定借由每个周末 针对社会小穷逼推送促销毛利率较低 且销售量较高的产品 由于高销后量的产品 对社会小穷逼来说有较高的吸引力 因此可以用来提升他们周末的来电次数 第二个行销方案是周末举办厨师料理教学 针对的客群是周末爆发户 则为什么会在周末从右图可以看得出 周末爆发户选择周末来购买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我们会在店面前举办料理教学 搭配使用会员点数兑换的锅具 借此提升会员数 另外因为看了料理教学而进去购买锅子 厨具 金额捆绑销售希望金锅产 甚至购买其他的料理包来提升课单价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吸引周末来逛卖场的家庭主妇 甚至吸引经过的民众来提升我们的新顾客与来客树 第三个行销方案是零食促销 针对客群是社会小穷逼跟周末爆发户 前面客群分群的时候有讲到泡面跟零食是两个族群的喜爱 也就是右图的产品编号 零食促销的方法为不定期的推出折扣 优惠或是举办零食的主题特展来提升来电的消费频率 右图抓住他们常购买的零食泡面类也就是红色框框中的位置 毛利率落在中间消货量中等显然是还有成长的空间的 但提高毛利率相对提升消货量来说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们推出临时促销方法增加销售量提升收益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